昨天林鄭就說了 宣佈撤回 那你覺得有什麼看法呢 看法是完全不一樣 不過很意外 我們很意外 意外的理由就是 如果一個自稱很打得的人 會用這些 連他埋味都不成 你認不認為他這樣開埋味 不覺得 如果你埋不到味就是沒有評估 說了先 即是博猛 這些是什麼手法呢 他就是回歸後這班人 更得共產黨講得多 學回來 共產黨有一個特色 以前那一代 艱苦奮鬥一代 他們現在做官很慘 他們沒有不夠共產黨的幹部的背景 心態 不同時代的共產黨員有不同時代的特色 例如說七十年前 整天共產黨班人有一套 那個風格文化理想 那個一喉的那時候 到共戰爭那時候有一套 他整天共產黨還沒打內戰 到他打內戰的時候有一套 那時候的想法就是霸地盆 促術 崩酷的 壯大自己的力量 那一批人想的又不同 那一到他拿了天下 那些幹部又不同 那時候入黨的人又不同 那時代背景 大家看他每一代人的共產黨不同 招牌又一樣 但每一個年代的黨員幹部的消費是不同的 那天由1949年後入黨的人又不同 打了江山回來 到毛澤東一交文革的時候入黨那些又不同 哇 殺到來了 入黨有飯吃 就算你搞三飯四飯的時候 入黨也有不同 不用鬥自己 只要自己鬥人 所以共產黨最多是投機分子 每一個時代一班投機分子是不同的 心態是不同的 都會複裂反正 那時候入黨的批型有不同的 那時候改革開放了 原來做幹部有福利的 那村委書記富貴的有不同 到現在回歸後 處理香港問題 那麼多幹部富貴了 他心態完全又變了 你管理香港事務的人 五光十色 山長水來到香港 來香港的幹部呢 當然有背景的 以前你在國內做過 原本都是三兩千元的薪工 我們新華社都有成皮 所以他來的時候都有背景 那你面對這班人 那你現在做如歸 你再面對現在的廣告版 他們真的沒有研究過 他們真的沒有研究過 怎樣跟他們交手 他們想什麼也不知道 還有最重要呢 公共產黨的教育 除了黨校教一些共產黨 唯一你支持黨中央的精神 就是信仰來的 保持黨千秋萬世 這個就直接是宗教式的信仰來交條來的 你什麼都交得 你現在為了黨的意識形態路線 全部是混蛋的 但是他們每個人都堅持到的 表面一你一不堅持 你又沒得拌又沒飯吃 又沒得升級 所以這方面他們是統一到的 好了在哪裡統一不到呢 在我教育那裡 因為他習慣了 逢是幹部 現在大部分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幹部 包括現在香港的土共都是 他們的作風是習慣了的 例如你由小學讀書 是個老師逼你很成績的同學 在測驗和考試的時候 要給水平低的同學抄你的東西 不用偷偷抄的 下了指令你要給他抄 他的程式 他的兒子 水平 那個個都這麼厲害 是啊 因為他要這樣才能維持到 他的校長維持他的學校的聲譽 那就造假了 所以他不是做假 他從小時候都是要這樣 因為你不拿到先進單位 先進什麼什麼 先進什麼 你就少了一些福利政策 優惠你的 所以他不是鬥考試 鬥做假 那些幹部就由這個氣氛這樣培養出來 現在也是 現在也是 現在就算你回去做校長 你這麼多競爭要看成績 你沒辦法不做的 因為你不做是沒有好處有壞處 那當然 香港都在做的 但香港都做得來就是西人 西人 你找名校你不行的就送你走 香港都是一樣是這樣 就是會用的方法不同 但香港不會讓你抄 就不會讓你抄 他那些比較方便 你又要去抄 你自己情緣去抄 但有些人不想讓你抄 但不行 是給你一個指令 你要讓他抄 怕他抄錯 即是說 你面對的幹部 是在這樣的世界成長 即是變成他跟你說話 就不會說真話 還有是拆鞋拿公職 那些人 是人 所以 你整個 你整個 你林鄭王面對這些 這樣的幹部 你實在不知 就不敢說真話 可不可以這樣說 他沒有資格要說真話 你是 綁的螺絲釘來的 你敢說嗎 就算你現在 你外國人 外地人 香港人 回到外地 誰都不敢說 國外的情況 不好聽 這個是冠安東很成功的 個個不敢說 你消音的 這個非常成功的 說他內地的人不敢說 你沒有聽過人說 政府不是的 你有聽過 有嗎 就算民間都沒有 沒有 為何他沒有呢 因為他們的篤背脊文化很厲害 還有你不知道 哪個人是 會篤你背脊 同時都 大家知道 你說錯一句 隨時 你不知道哪個人篤你背脊 我們試過有一個 廣州的副議長 在食物館裡 跟朋友放假吃飯 聊天 有時候掌握到一些問題 我說什麼民主 我們共產黨也搞民主 其實民主也不錯 這樣就一句 一個禮拜 召領了去甘肅 誰說讀都不知道 不知道 很痛苦 流行文化是這樣 這個是國情 不是痛苦你習慣了 習慣了他不說 就沒有痛苦 不要提 沒有人提 沒有人提 但是你香港人回去 你都不提 以前都不敢提 沒有的 是不是 你有沒有吃飯茶樓酒公 說平民共產黨 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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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不到這些成果 現在他們這種風氣 回歸後都離開了 在他們那個圈子 香港比較好 如果你不是埋堆的人 你就說 但是你埋了一堆 喝了共產黨杯茶 參加他們的社團組織 之後你自自然 你就不講 是不是 沒有人叫你不要講 你自自然 你不會不講 很有紀律的 是啊 他沒有叫你不講 但是你自然 你不會講 因為你一講 他們就有一個手法 是彭斥你 他篩了你 就是說你不愛國了 好了 不要講你愛不不愛國 你愛國都死的 他是不會欣賞你的 好了 現在你林鄭和 面對一幫這樣的人 那他 港澳版 現在你整個香港的故事 這件事 全部始創勇者 就由港澳版搞出來 由港澳版搞出來 最大權是他 不是說大權 是他那個工序 是他叫你林鄭和做的 因為你立不了二三條人 他就亡殺殺 現在大家鬥賴 好了 港澳版做了之後 出了事 他要叫你死撐 所以撐到今時今日 早幾天 都有個港澳版新聞發佈會 唯有砌你們香港人 砌你搞港獨 砌你顏色革命 砌你政治威脅 拿個政權 砌你山豬肉 港獨 是吧 幾樣東西砌你幾大脆狀 因為他要砌你 他才可以保護自己 沒有做錯事 本來林鄭如說 現在就局撐 那現在又退 中原版是幫兇的 中原版 一般 就初初以為 聽林鄭如說 我們812都夠了 叫過了 說過了 他就叩齊了 那些人大政業 一堆食室米 不如愛國一班他們死撐 撐到全部自己跌倒入海 跟著不行 共產黨很厲害 派個福豪秀出來 那個駐英國的北京大使 不是駐英國大使 不關我們事 我支持工作 就不是叫他做 那裡已經立刻斷了 是吧 跟著叫你們自己搞定 中國駐英國 他年紀很小 現在見不到習近平說話 就是見不到總理說話的 拿正來做 應該是總理要說話的 你香港出現大型的事 你國務院總理 你立刻去說話 共產黨自小學的文化 就是最厲害 一定要卸博 要鬥真文 如果鬥真 看到鬥到贏的時間 他是個個照出來的 領工 一世識不對 就走慢 走得很快 走得很快 那林鄭如說 你最重要 他本身也都是立心不良 這個是最重要的 他死就死在一個人裡 心術不正 你一見到大律師 和法官出來講 你立刻就要叫鄭若和 看清楚鄭若和 你黏著鄭若和 坐就為虐 兩個 硬要去 那你觸事就應該 好 到你出了事 那你還要走去 在一個正義上的爭論 結落了共產黨那種 低等的文化 面子文化 那條衰 所以他不太接觸 就是那個面子文化 面子文化 為那兩個字 都要爭 由那兩個字 延伸到現在很大陸 那幫小孩子 原本搞佔中的時候 搞什麼呢 都會怕警察 怕放出去打 走的 會 好了 你為了咬那兩個字 似乎那兩個字 不用 就一路搞 搞越搞越多 越搞就搞習慣了 就現在不怕你 扔出去打 不怕你開橡膠子彈 不怕你 是不是 他就再研究一種游擊戰術 將那個gamewalk 擺了下來 他們不怕你 因為他都洗濕過頭 我又沒有樓仔沒有牢 找不到東西做 沒有前途 一都沒有 變成他有一些寫脈為足 變成他 這種黃衛兵 就比紅衛兵厲害 多了一個黃衛兵 不是啊 你紅衛兵還有人不毫令到 你連中國的紅衛兵 有人吹雞呢 可以停的 現在這裡吹不到雞 停不到 停不到 各自為政 對呀各自為政 那些院校的學生會組織 各個院校不同的 你中大的學生會 又不叫得廣大的學生會 我聽你說 你做不做幾個事 我自己做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以前他們最麻煩的 就是他們打機打到 人都雲雲騰的 平時都 他們現在的習男都走出來 那種沒有見外細情 所以他們那種神智不是那麼清晰的 為什麼呢 他們連撿衫都不懂的 即是說他沒有警惡性貿易 我退了才再來 所以他被人拘捕 你明白嗎 是應該拘捕不到人的 有人做天文台看水 那些黑腳刀 那些黑腳刀 曬上去 就曬上去 抓不到的 他們不懂去閃 還有他還輸了一個政權衝突 你令到警察很難做 你來到走完 老大是不是 老大不懂 會得到 那你不要破壞 那些公共制 worldly 但為什麼會破壞 為什麼要跟警察有衝突 這個把做什麼 因為他表現內地 他製造一個畫面,學生有一種期望 做大了畫面,有外國不差 你明白嗎? 你做大了畫面,就變成警察打人 這種畫面就可以吸引外國人 但這種外國勢力就不是共產黨所講的針對你 在國際上標準,他不是說你香港問題 他有很多外國的傳媒記者,他有記者的良心 他是很堅實地報道,你的行為是有偏差 他用國際的標準來量度你 你警察和軍方是不應該用這種武力 不應該用這種行為去對付人 在國際上,人家用一把標準的車來量度 那你共產黨寡寡,你吵甚麼呢? 那些警察又沒有檢討 是過了份的,絕對是過了份的 因為你按下了,一踏過抹葉就帶他上車 你不需要再打他,對不對? 譬如我去抓一個人 我一埋衝,一埋劫著他,立即上手球就帶走 你怎麽要按下,踢人又成就帶行 這個是很難受的 要踩你的手 那是事實,我們看到 那林鄭月娥,一邊拖拖拖 現在他們是大家拖死自己的 拖到昨天之國 才講這兩個字 那你哪有力呢? 是 那你沒有力 那現在中央政府 那個言論去到國際更厲害了 現在你變成一些學校罷課 那麼多學生、中學生的響應 你都有一些市民 又去同情他們 出來幫他們說話 是 那你有什麽資格可以說話你 你現在連獨立調查委員會 你都說不成立 現在又調算是堅持不成立 又堅持大樣了 那你就看到他們呢 這一次的事件 我們看到中國政府 共產黨的弱點在哪裏 它沒有多時的功能 也都沒有政治的倫備 它是用回五、六十年代的思維去管那個社會 它當香港等同的國內 那些人自己會燒陰的 怕的 是 一用武力平衡就怕 是 告你暴動罪 是 那些人不怕你就不出現了 所以他們失選 還有他們不懂得說 他們真的比連香港政府這麼多人才 為何會這樣想問題呢 因為那個政治倫理呢 全世界沒有人笑你 一做錯事 立即部長問責下台 是很簡單的 國泰也是這樣 不 就算你全世界國家 一做錯事 你就部長下台了 那就是先減了額 全部洩了那個民氣 民憤 然後再出來說幾句好話 那就收工了 沒有的 但你看到他們的思維沒有進步 沒有的 他就是當黨光明偉大正確 永遠正確 永遠 沒錯 郭泰也要下台 CEO也要下台 那個不同 我差不多退休了 那是另外一件事 但我們看他現在處理的手法 如果社會就像一間公司 你不懂得他指示的話 你不懂得止血 你未來一定再有這些事 我說你今天 你林鄭月娥 再自己促從 訂了一些路透社的那些 錄音出來 說他想不做出來 有人說 不知哪一個 訂出來 那會不會他自己訂 不會特意呢 兩樣東西 第一他自己訂出來 另一個人叫他訂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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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製造他要離場 他要離場 但我覺得他早離場 對中國很重要 你現在是負資產來的 你怎樣出來 你怎樣出來 可以管理社會 你這個區長 你這個區長 我想沒有什麼公信力 你不要說沒有你們 整個中央政府沒有公信力 你國務版 中央政府沒有公信力 現在 電商是 全部沒有了 即是說 我看見 就簡直是 看到中央政府 簡直是很撈煞 根據看中美貿易戰 都是一樣 死不認錯 死慘 鬥爭 就算你華為事件 他們整個國家會抱他 官媒 但你抱不到 因為最重要 第一 他們錯到 整個外交部是廢物 全中國最近十五八年 就被外交部害死 搞什麼一帶一路 都賣不到尾 你就沒錢 吹水 放貴你都不會放 放了給委內瑞拉收不肯到 一定 是不是 當你找人老親 你都沒有理由 收不到本 找個還到錢的國家 是不是 放數 放得比別人 有人亂來他 亂來放數 放在自己的外貿部 外交部的人 我袋 這是壞蛋 因為他自小 就是一個不誠實的社會長大 所以他們想些不誠實的事 是很厲害的 你看到的 好像我們很早的節目講過 一說動華為 你馬上就告 先 放十個八個華為的高層員工 立刻起訴去上call 叫打靶 跟著就馬上叫華為自己公安發表 向美國的公司道歉 我下面員工造席 那就結束了 你慢慢就不用爭 立刻叫他回到美國審請律師 上call認罪 有證據 他們不明白美國那套東西是很健全的 不會和你這些共產黨做些不做些不夠答 他有耐性裝了你 齊了才 再經過私人的訴訟程序 當你上call 又不是我call已經逆了才告你 你大家看美國那些律師劇集就知道 打官司劇集 很嚴整的 整套東西做完了 做完了才要開科 他們搜集整齊了 那你共產黨是救命 當在你自己國內的思維 那你遇到這對手你會輸的 即是說你由中美貿易到你香港問題 都無厘頭變了作大 不定壞 你不是壞 你實際就是錯 還有你共產黨做一種思維最壞的 他是專講假話 你林鄭說不就算了 他扮到是中央叫他做 廣告版 張曉明這些小鬼 跟林鄭說 那些老闆叫做的 明事暗事 他們不流行行政公民 大家看他的批文 共產黨的批文 沒有人簽名 你見他有沒有人簽名的 這批文 給過徐仔連刀的 就是黨部的 工章 工章 一個文件 又很容易冒的 好了 如果國家政府機構 就有一顆星 有多顆星 但沒有人簽名的 哦 即是不知道誰負責 沒有人簽名的 何況現在你林鄭接到張曉明說 口頭說 那你就去做 到現在就吊了船 那你已經死撐了 死撐會做 不懂得 你應該都不出現 如果你有少少良心的話 現在你整件事 看到整個香港的環境 是不適合生存的 因為所有有權勢的人 都沒有了良知 行政會沒有反對 就要遞出去 立法會這堆建制派的人 那麼多有識之事 想著良心就要強行過 那你這個社會怎麼整件事 那麼多 所以他這個是盲到尾的 好了 你盲到尾 除非你唯一 你是德澤先生出來盲到尾 或者李克強盲到尾 一出來你就要所有港澳辦 全部公知於世 我們現在查到了 全部清楚了 全部這幫那些作怪 說假存政治 虛報軍情 強行砌人山豬肉 又說顏色革命 又說交港獨愛性 那你香港言論自由 他講什麼毒都可以的 他講什麼都可以的 他有行動的 你就依法治港 抓人 抓人封艇 有些法律在這裏 你不需要派這些港澳辦 這些附近一幅路手出來 天天發黑風 就要你香港政府 現在你搞四五個高級警官出來 是很浪費的 納色人錢 我看新聞看到 警務處 警務處 是要你復術嗎 你復術就無人信你 你當然為自己辯護 對不對 你每天出來說 抓了幾多個夥計 上法庭就行了 10分鐘趕完 就不用說那麼多事 那樣我們會接受的 你說一大堆廢話 你就看得到很精悲 叫大家香港人 一定要走的 香港這個 這個社會已經是道德、倫理崩潰了位 為了下一代要走,自己可以不走,自己繼續賺錢 但老實說,賺錢有很多機會 給大家一點貼士,今天你都來到密歎問題 出了一年之後去英國賺錢,大把錢賺了 脫歐,脫歐才會發達 有危真有機 英國人計算過那條數,你們想不到當歐親出了一聲 全面支持他 而且他一埋英國的勢力比歐盟窮鬼 英國人計算過那條數,算盤很厲害 對不對? 好,就這樣 好,謝謝博士 你扔給我